大家好,我是瓦埃及500作业预测 今天是10月9号 今天我们要来预测一下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 昨天预测的 昨天的指数是10652美元 昨天预测的卦是火雷四盒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卦在今后的段时间内 是什么样的表象 其实纳斯达克指数在6月份 大概是在6月2022年的6月25号 也测过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测一下 在今年还有两个月 它的指数的走向到底是怎样的 这段时间啊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特别是俄乌战争 还有经济特别的萧条 低迷 所以大家都对纳斯达克指数啊 也就是美元兑换各类外币啊 都比较感兴趣 都比较关注 所以我们再来预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向 好 第一条 目前的价格仍然处于低位 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 现在是10652 它的价格目前仍然是处于低位 在10月份的时候 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行 也就是本月 本月它的指数 还会进一步的下行 所以 有各类机构 有做空的意图 但是 在12月的时候 在12月份的时候 价格会有上升 指数会有上升 可以这么去理解 现在12月份 它下跌 然后再上升 这样的一个大的V字形的走向 12月份的时候 它的价格就会 指数就会有上升的接向 它上升到什么 价位呢 是11,000到11,500左右 所以 有做空的朋友们 目前可以适当的做空 然后可以做多 那斯达克的指数 先跌 后涨 它现在是10,600多 那么我认为 在两个月后 可能会达到1万1左右 或者是更多一点 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斯达克指数也预测了很多次 预测的准确性 也挺高 这个视频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